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解的題目是 在體積一定的密閉容器中 放入山末的氣體跟末的氣體Q 在一定的條件下反映 反映是如畫面所示 反映完成之後 容器溫度的保持不變 混合氣體的壓力變為原來的87.5% 則化學式中的N值為和 我們解這題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概念是什麼 你會在講義裡面看到 有關於道爾同一分壓的定律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總壓 總壓就是在同樣的溫度下低溫下 好多種不反應 這個很關鍵 不反應的氣體 放在同一個容器裡面 它們所混合氣體所呈現的壓力 就叫做總壓 那什麼叫分壓呢 就是我們在混合氣體裡面 每一個成分 單獨佔有這個容器的時候 所呈現的壓力 叫做分壓 好 那道爾同做了以下三個 氣壓劑的實驗來驗證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如果我們只放A種的氣體在裡面的時候 它會可以測出來它的這個管珠高是10公分 如果B的話管珠高是20公分 如果AB混合栽域的話是30公分 因為彼此是不反應的 所以它大膽假設總壓等於分壓之和 所以PT等於PA加上PB 所以後來驗證也沒有錯 那加上我們來看一下公式的部分 是把公式貼上來這邊 畫面有點亂請各位同學 看仔細 PA的部分 如果我們要算PA的分壓的話怎麼辦 不然就帶我們的理想氣體方程式照用帶 就帶這個A的末數 如果換PB的話以此類推 好 那再來PC的話一樣是 因為兩個本來就不反應 所以一樣是帶理想氣體方程式 只是把這個末數的地方 把兩個末數加在一起就好了 好 所以總壓就出來了 好 那所以如果我們移向一下 個字代開的話就可以發現 總壓其實就等於什麼 PA加PB 剛好就等於分壓之和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我們看一下它的延伸用法 好 把貼在下面 延伸用法就是我們還有一個概念叫做 莫爾分率 那什麼叫做莫爾分率呢 莫爾分率的話就是說 我們各個氣體在同一個容器當中 其他占有一定的比例 那個比例換算出 用量來做比例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就是我們所謂的莫爾分率 那我們的分壓就等於總壓乘上 莫爾分率 這是沒錯的 因為我們總壓本來就等於分壓之和 可是分壓呢 又在容器裡面佔有一定的比例 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就是總壓乘上這個比例 就可以分壓 好 所以這個是延伸的用法 再來第三個延伸用法 分壓比就會等於莫爾數比 這沒錯 因為我們在同一個容器裡面嘛 對不對 好 那這些 我們這些這個氣體又不反應 所以換算出來的壓力 PB等於NRT的時候呢 好 你看喔 我們在同一個容器裡面 所以D值 R定值 T同一個溫度下定值 那P是不是正比於N呢 沒錯 好 所以這樣子來用 好 那我們看一下題目怎麼解 好 解題目的時候呢 老師把這個想解貼上來 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喔 好 好 好 那我們這個題目呢 怎麼解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道爾噸的一個分壓公式 那分壓的電率 可是不一樣的是 這些氣體會怎麼樣 會反應 那如果氣體會反應的話 好 如果氣體會反應的話 我們就怎麼樣呢 我們就比較不能用道爾噸的分壓公式 我們就要 用化學技樣的方式來處理 OK 好 那記得喔 所以我們就用反應前 反應出跟反應後 好 那方文數據帶進去 好 所以一開始三末 好 後來五末 好 好 那反應完成之後呢 這個容器的溫度保持不變 後來變成87.5%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因為一開始反應是 R是三末 Q是五末 所以等於是 我們要看的是一個限量式計的部分 好 所以限量式計的話 就是我們的末數除以係數最小的 所以因此的是Q Q是限量式計 所以Q會用完 以Q用完做基準 後來R會剩下1末 那X會產生10末 那後來最後產生N末 不曉得嗎 就照它的係數比去做對應 好 那我們因為在同一個融線裡面 所以我們的V是固定的 在同一個溫度下 所以T固定 好 好 因此R R又是理想技場的數 就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壓力 正比於什麼 末數 好 所以我們的混合壓力 變為原來的87.5% 其實換句話說就是 我們混合後的末數 變為原來的87.5% 所以我們把這個數據帶進去 87.5 所以反應前是1加 反應前是3加5 反應後是1加4加N 成長100% 我們就可以得到N等於2 所以因此奇數就是2 所以大家選A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大家掰掰